六个人合力用力推废了好大的劲 才把这辆白色六人坐休旅车 从轻轨轨道推出来 有可能就是刚开始 然后大家都还不清楚 但是说真的 因为像那边的那个路口 它也没有表示的清楚 然后有些人也是从外地来的 或者是什么 也会不会收那么好 真的很夸张 轨道区都是绿地 驾驶竟然还能开进去 看汽车方向 显然就是打算沿着轨道开 车轮陷进湿滑的草地 动弹不得 据了解的话 那该驾驶 他是外地来的一个游客 所以他说对高雄的路话 比较没有那么熟悉 悟传轨道这一段 就是著名的龙猫隧道附近 上午已经恢复正常 草地上还有轮胎压过的痕迹 8号晚上7点多 一名67岁夜行驾驶 开车行进高雄 古山马卡道和美术馆路路口 因为从台南来的 对路不熟 把轨道当成马路 才开上去 远景加上监运人员 总共6人把车 从失草地半台半推 花了半小时才解除危机 轻轨也一度停止了 42分钟 改由计程车接送乘客 车辆误闯轻轨轨道 今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因为误闯轨轨道区 依法开罚最高得吞下 7500元的红单 TVBS新闻 少龙林嘉义高雄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